中和妈妈祖会129周年的圣诞 苏贞昌参加了圣诞大典的餐会 受到乡亲的欢迎 他指出 丈母娘就是中和妈在地谈谦地区的人 算起来她也是中和的女婿 对于在地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在台北县长任内 因为中和遭受淹水之苦 因此协助老市长吕芳烟 争取了7亿的经费 进行治水而改善地方血患问题 这时候吕芳烟和食杠 有没有够痴症 到我做管中的东西 要再吕 结果我有在条 把我拼了一则投七页 改冠南山谷粉红 水还会怕饭坑 你做一个改冠这些困难 现在都不吕水了 对不对 另外为了提升在地医疗品质 他也协助地方 争取了新建双核医院 让在地居民看病不用远赴外地 究竟就能以先进的医疗设备 照顾市民的健康 中和南修陆红烟市长 哪有今天双核医院 一双核医院 一双核医院 建一间便宜起来 现在一天 问进六千人 一家会 击进一万人 这让马祖部有保密 陆红烟市长有打拼 我拿到这儿有中 对不对 另外也争取了每个月 五万元的理工作经费 和广设各里活动中心 这些都是了解基层需求 所做的建设 而他也表示 会以过去的政机挂保证 再用累积的行政经历当加持 让新北市的各项建设会更进步 而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 及议员参选人 也陪同一起出席参会 以母鸡带小鸡的方式 争取选民的支持 苏生长表示 会继续为地方争取更多的建设 也希望乡亲能继续给予支持 同时也能力挺这几位议员参选人 深耕在地 共同为中和打拼 中假新闻 张仪勋 卢秀娟 中和产报道